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9号 还有两个小时我就要离开 这个玻利维亚之旅的小镇 San Petro 我竟然在这里待了整整十七天 在这一个 海拔2650米左右的 塞外小镇 这一个 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土房 庆余里 每天都有 不同的天空 不同的云层 不同的日落 不同的 风 我很喜欢这个光影 有时候会投射到这个屋子里面 看着心里面 就非常的清澈 不知道为什么会用清澈这个词语 第二次来到这里 但是我知道这第二次 也许距离第三次 要隔很久很久的时间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自己 登上利坎卡布尔火山的 目标 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新冠 阿尔玛地表最强 天文观测基地 依旧没有开放 虽然 认识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而且他每天都在发天文台 一些锅盖的 具有高科技的 天文观测 移盘 如何转动的 但是还是没亲自去看一看 有在演出看到那个基地了 但没能进去 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再来到这里 但在这个边境 还是波利维亚那边最深的我心 还是最喜欢波利维亚 好吧 回到圣地亚哥 他活过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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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 还会 出品 嗨 你说 有人 背景 说 南美的春天 快到了 我今天已经看到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了